德云社近几年的发展似乎是从普快换成了高铁 在相声界不断积持 终于走到了今天的地步 全社400多相声艺人 云字科 赫字科 九字科 萧字科 分别有各科的代表人物 社内体系更是非常的完整 分别成立八个队 八个队在队长的带领下各司其职 不断的在剧场演出磨练自己的相声技艺 而今这些演员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忠实粉丝 而这些人的背后还有一位曾经被曹云精称为坚硬的人 痛筹大局 他就是德云社总队长鸾对对鸾云平 记得郭德纲说起自己的爱徒时一脸的宠爱 这孩子愣但是做事很公平 不过前段时间德云社再次传来喜讯 曾经侯耀华的搭道转投在德云社门下 不仅如此作为班主的郭德纲还破格将其提拔成为 德云社内和鸾云平平起平坐的人物 他究竟是谁呢 其实热爱笑声的观众应该都知道 他就是杨静明 和郭德纲可以说是亲师兄弟 这样的人物加入德云社 想必郭德纲一定很开心吧 杨静明是一个热爱学习的人 在相声这条路上 他不断的钻研朝着更高的水平进发 最初他是李立山的弟子 又是杨绍华的义子 也因此在相声圈的名气不小 后来在征得师父同意的情况下 又败入侯耀文的门下 和郭德纲成为了师兄弟 只是杨静明的相声生涯 一直是起起落落 艺术造诣没得说 只是苦于没有一个好的搭档 好的平台 最初和杨逸搭档 只是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 导致两人烈穴 又记得当时的两人被称为黄金搭档 且被不少同行看好 甚至在相声大赛上还获得了一等奖 烈穴之后的杨静明 又找到了自己的师大爷侯耀华 既然是自家人 那就安生发展吧 只是谁也没有想到 后来侯耀华和郭德纲 闹了那么不愉快 只是杨静明还是不能说什么 毕竟尊师重道 在相声演员的心里 还是很重要的 就这样和侯耀华 一起走了很长一段时间 只是论发展 真的是非常优先 能接到的演出 不是慰问 就是什么晚会 杨静明始终觉得自己的能力 能在更大的舞台上发光发热 并且被更多人关注 这才有了转头德云社门下的想法 这个想法一旦出现就很难米灭 很快杨静明就下定决心 还好他这么多年和郭德纲的关系 一直维护的很好 更是让自己的徒弟李云杰 败在郭德纲门下学评书 自始至终 侯耀华似乎也没有说什么 终于杨静明来到了德云社 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的想法 起初他是抱着即便去 也是从底层干起的念头去的 可是谁也没有想到 郭德纲立刻重用 作为师兄弟 郭德纲知道自己这位同门的实力怎样 在艺术方面的造诣自然不用说 只是回归剧场的演出 很少参加需要磨合 为此不仅直接提拔进入了德云一队 还把他安排在高峰和鸾云平的搭档上 说群口相声 而杨静明也没有想到 自己进入德云社之后 会和副总鸾云平在舞台上平起平坐 对于这样的安排 也能看出老郭的良苦用心 毕竟是同门让他从底层干起 外界恐会传言他欺压同门 如果位置过高 会引起设内不稳 而把他安排在高峰和鸾云平的场上 就不一样了 首先高峰和鸾云平 本身就是设内的顶梁柱 私下的地位更是高得很 而杨静明插在两人中间 别人也说不得什么 毕竟那个地方 设内很多人未必敢站 而杨静明的心里也会舒服很多 最起码知道 郭德纲是念着同门的勤奋的 更会卖力的在剧场演出 对于郭德纲的安排 大家有什么看法 而杨静明又是否能获得大家的喜爱呢 我们拭目以待